在6月份从中国四川来到南加州 圣地牙哥动物园的一对大红猫 运村和阴宝经过新环境适应之后 今天正式和公众见面 本台圣地牙哥特派记者王重兰报道 圣地牙哥动物园 今天为一对大红猫举行一个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吸引了大批传媒到场采访 市府代表、中方代表和加州州长柳森揭开围幕 为这对可爱的大红猫 云村和阴宝正式亮相和公众见面 这对大红猫棲息的地方 红猫岭Panda Ridge 是远方根据原来的红猫馆扩建而成 模仿大红猫生活的大自然环境设计 面积比原来的大四倍 足够两只大红猫自由活动棲息 而很多民众都很期待今天去看大红猫 我们来到Iterco to make sure we found a spot so we could see the banders 我们是从San Francisco过来 听到了说熊猫8月8号要开放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而究竟怎样去辨别云村和阴宝这对大红猫呢? 根据远方的描述 五岁的云村是一只红性的红猫 它的鼻比较尖和长 而阴宝就是四岁的痴性红猫 面孔比较圆和耳朵比较大 这对大红猫是21年来首次再进入美国的大红猫 加州州长劉森更将今天8月8日定为加州红猫日 KTSF住胜地牙哥特约记者黄崇嵐的报导 这个中华是几天的墙与 我们下期三十多年就不及了